接着就会到2020年的第三题 这一题就说 如果现在我们拍A1就要我们展示Tang3x就等于那一块 其实以前Tang3x是inc的 不论是三配角来说,不论是psychosat tangent也是inc的 它就剪掉了,DSE就剪掉了 但是它也是要你做出来的 只不过就是会给你一个method分类去做 其实我们会用到的就是Tang3x的AngleSum的公式 其实那些公式在你考试卷里面的第二页 它都会显示出来给你的 我们就会有Tang3xA加Tang3xB over1-Tang3xA加Tang3xB 所以我们把它拆开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Tang2x 再加Tang3xB 再加Tang3xB over1-Tang2xB Tang3xB 你看到就和我们的答案都还差一点点的 都不是差一点点的,还差一点点的 就是你会看到就是 喂不是,我们有个三次方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现在都没有三次方,对不对 那都不要紧要,就再爆出来 那我们会有呢,其实我们可以想起就是Tang2x 它其实就会是两个Tang3x over1-Tang3xB 这样的,OK,那只不过是两个一样,所以我们可以买一切 所以我们就会有两个Tang2x over1-Tang2x Tang2x 再加Tang2x over1-Tang2x over1-Tang2x 这样的,这样的时候呢 那不如我们就上下乘回1-Tang2x 给它 OK 那你如果上下乘回的时候,那我们会看到就是 这个和这个就弱了,那所以呢 就会得到两个Tang2x 再加Tang2x 乘回1-Tang2x over1-Tang2x 这个首先乘回1给它先啦,所以就是1-Tang2x 接着这个乘回1-Tang2x 所以就只剩下乘回2-Tang2x 这样的,OK 那你见同个答案差不多了 那你再想一下,这个Tang2x拆换好的时候就和这个加在一起 所以就会有三个Tang2x 那这个Tang2x乘回2-Tang3x over1-Tang2x 所以就减三个Tang2x 那它就等于我们的右手臂 就是这样 那你见呢,其实它说是Oc,但它也会考虑的 所以大家要有能力地做到一个三倍角的公式出来的 那到part a2了 part a2就叫我们去show 就是Tang2x乘Tang60-mix乘Tang60-mix乘Tang60-mix 就等于Tang3x这样的,OK 那part b2的时候,我们会有Tang2x乘Tang60-mix 再乘Tang60-mix乘Tang60-mix 那它就说要等于Tang3x,对不对 那都没什么好做的时候 那我们会想到,喂,你这里有个angle sum的公式在这里,对不对 那就可以拆开它 那用我们上面的这条公式拆开它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乘Tang60-tangx over1-Tang60-tangx 再乘Tang60-tangx over1-Tang60-tangx Tang60是一个特别的角度,是Risk3来的 所以我们会有Tang60-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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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分子就是a二次就是3 再減 b二次就是tan square x 分母就是a二次就是1 再減 b二次就是3tan square x 最後tan x 乘上來就是3tan x 再減 tan x 除回1-3tan square x 對比分子a一 3tan x-tan x 1-3tan square x 其實就等於tan x 所以就成功表達了 再減 b 指明道姓我們用 part a 二 它會證明tan 55度,tan 65度,tan 75度等於tan 85度 其實你現在看到part a 二和part boy 都有四個component 分別是tan x,tan x-x,t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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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-x 其實最重要的位置是哪個呢 最重要的位置我個人覺得 我看的時候一定是看60度-x 因為這塊東西其實是偏樣衰 偏樣衰 但偏樣衰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 而你會對比part b來說 它應該關哪一個事呢 你會見到它和這個55度和65度 應該是比較有關聯的 因為你會發現就是 不是的,這個tan x 55度,tan x 65度的話 其實就是60-5和60加5 因為這兩個比較有關聯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在part b的時候 我們會想起tan x 我們從part a 二 我們會有tan x tan 60度-x tan 60度-x 是等於tan 3x tan x 由於我們今天會看到 它應該是和55度和65度試 所以我們會嘗試 tan x 等於5度 我們就會出到tan x 55度 tan x 55度 tan x 65度 是等於tan x 15度 然後你有另一個問題想想想的 就是我們今天是tan x 55度 tan x 55度 tan x 55度 tan x 65度 tan x 55度 tan x 75度 是等於tan x 85度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而當中我們會看到55度 我們會看到55度 是出到的 65度 都出到的 OK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們會看到75度和85度 我們會看到75度和85度 我們會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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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关联呢? 就是我们会发现 它们的虽质是不同的 但是不同得来也有一些巧妙 就是你会看到75度和15度加上是90度 同样道理的话 我们会看到85加5度其实都是90度 你记得我们的概念说过 就是这些90度的转换在三个学常都会考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如我们在这一步跳下来 就是我们这个目标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如我们将tangent 5度 我们试试把它写成为tangent 90度-85度 然后tangent 55度 tangent 65度 等于tangent 15度 不如试试把它写成为90度-75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以的 因为我们知道tangent 90度-pheter 其实就等于tangent 15度 所以我们会知道 tangent 95度 tangent 95度 右边同样的处理方法 右边同样的处理方法 就是我们会把它写成为tangent 75度 然后你交叉双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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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 所以我们就成功展示出来 就是这样 所以在做M2的题目的时候 记得看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 和你的目标 究竟差点什么 然后尝试把它做一些转换 砌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2020的第三题 就是这样去处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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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